确认他的困难在哪里 我们怎样可以问问题 会带领对方说出问题和困难在哪里 有几个问问题的方式 例如我们其中一个问题的方式 我们叫做打蛇虫困伤 就是说对方在说什么 我们就继续说这件事 就不要转了另外一个话题 例如举回刚才的例子 那个太太说先生没有赞她 我们就继续问下去 你先生除了没有赞你之外 你还有怎么觉得你先生忽略了你 不要转了另一样东西 问一下她 你先生是做什么家 我们就尽量集中她说的东西 就是打蛇虫困伤 就沿着这样去问 一直这样问下去她的困难 她的问题 另外问问题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叫做封闭式 封闭式 封闭式